草莓果醬 一不注意就悲劇 果醬都還沒做 弟弟就來搗蛋 這種DIY 還是適合三歲以上的小孩 現在真的要開始做囉 吃下去囉 首先把草莓洗好 去地瀝乾 加入糖和一小杯的檸檬汁 檸檬汁是因為 為什麼要做草莓果醬 需要裡頭的檸檬酸跟草莓的果膠結合 質地才能變成像果醬一樣 稠稠的 接著可以直接用手幫草莓輕輕的按摩 讓每一顆都可以充分浸泡到糖跟檸檬汁 接著用保鮮膜封著靜置一碗 讓水果釋出果膠 隔天就可以把這碗草莓和醬汁 倒入鍋中煮沸殺菌 用小火熬煮 煮的過程不要忘了用湯匙 撈出表面的小泡泡 煮到整鍋有點稠稠的就完工囉 再來先把草莓撈起來裝灌 最後再把醬汁倒進來 無論是要沾吐司還是餅乾都好吃 透過這樣的果醬DIY 除了增加性子互動 也能讓孩子學會珍惜食物 華氏新聞連妹妹台北報導 華氏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氏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